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美国的上议院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把他们的Daylight Saving Time 设定了下去 所以它变成了Permanent 变永远的了 以前不是永远的 以前这个Daylight Saving Time 多半就把它讲成DST 以前这个DST它不是永远的 它是每半年要调一次时间 我相信很多同学有这个概念 但我也相信有的同学没有 所以我花一点点时间解释一下下 因为我们住在台湾 感受不到北半球南半球的那种 日光时间可能会大大的延长 或缩短的变化 随着季节的更迭 但是我们的确有时候感觉到 冬天好像太阳起来的比较晚 你有没有发现 至少我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今天怎么六点的天还没亮 然后到六点半可能才亮一点 所以以前上学需要这么早 这样 那因为每天早上起床时间一样 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天亮的时间 好像会晚一点点在冬天的时候 可是在台湾就仅有晚一点点而已 那在北美这样的地方就差非常的多 像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有的时候九点真的不夸张 晚上九点九点半 我们还在外面打垒球 而且灯都不用开 因为太阳还就太阳还正在下山 所以那个时候天还很亮 都九点半了 打垒球打得很开心 然后直到九点半快十点了 太阳才真的下山变黑掉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调一下这个时间 来确保说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多一点的日照 好像是这样子吧 我突然有点想不出他的逻辑在哪里 总之你大概懂我意思 就冬天的时候 太阳起来的时间特别晚 那晚的的时候 你就会把时间调一下下 让太阳起来的时间不要那么晚 好像是这样子吧 好啦 那我另外一个 其实以前常常struggle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中文 因为我们在多人多 我们家里面还是讲中文 那我们讲中文的时候就说 今天又要调时间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毕竟住了十几二十年 每年都要调两次 三月一次 十一月一次 好像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每年都要调两次 那在调的时候 就会知道 今天又要调时间 那怎么调 往前调一小时 什么叫往前调一小时 你知道 往前 中文的往前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confusing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会confusing 你会觉得 好 假设我们现在时间是晚上 半夜一点好了 清晨一点 半夜一点 然后我跟你说 来我们把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 往前调 到底是 你懂我意思吗 往前的意思是 到底是往 把它调成十二点五夜 还是调成两点 往前 I don't know 我个人觉得这是confusing的 那如果再换一个字 往后调是什么概念 我们要把时间往后调 后你知道 像例如说一点 两点就是一个小时后 所以如果你说往后调 是调到两点 听起来中文没有错 对不对 往后调 可是如果往后 那你看我们 我们的后面 然后转头看 有没有 这个叫做后面 已经过的东西叫做后面 所以如果我说 把时间往后调 那是不是把一点钟 调回到午夜十二点去 所以如果说 时间要往后调 什么叫往后调 I don't get it 所以 我觉得这部分的中文 是令人很confusing it confuses people 正好讲到我们 主动被动的概念 so I become confused by you know by the Chinese that's associated with this time adjustment 那我并不是说 称赞英文比较好 可是英文真的就 比较清楚意懂一点 他就用一个词很简单 叫forward跟backward 所以如果我们把时间 调forward 那很肯定 就是一点调去两点 现在一点 我们forward成两点 那backward就很肯定 是一点调回成十二点 所以就没有往前往后的 这种中文的 confusion的概念 讲到这边 我们还没有讲任何的英文 你会说 干我妈来错频道了 没有 我们要讲的是英文 所以这个我们叫它 日光节约时间 再强调一次 这个就叫做 daylight saving time 所以我刚刚讲的时间 往前调或者往后调 到底写公杀小 我常常觉得confusion ok 那英文的话 用forward跟backward 我个人觉得是 清楚一点点 ok again 我没有说 这表示英文这个语言比较好 真的不是 只是在这个观念上 我会觉得用英文讲起来清楚一点 我相信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上 用中文讲起来会比英文清楚 但想到再说吧 这样 好 所以我们这边继续往下看一下 看能看到些什么东西 这边呢 他一开始的描述 我们或许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他的第一段 说 啊 daylight saving time aka that thing I consistently forget year after year until all of a sudden I'm waking up extremely tired and angry and desperately gulping coffee on the way to work in a pathetic attempt to function normally 这句话好长哦 好 所以啊 daylight saving time daylight saving time 这个aka就是also known as 所以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 also known as 也被大家知道为 被我知道为 知道为 这整个玩意儿 所以那个事情 那个东西 那东西就是我一个 常常忘记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 像时间调过之后 你本来应该要 八点起床去公司 结果你发现 你一起来的时候 靠北已经九点了 或者是 反正就是 假如你八点到公司 你七点起床 结果你七点起床 发现现在时间不是七点 而已经是八点 那你不就毁了吗 对不对 so the thing I consistently forget 我很常常 很固定性的忘记 那每年 一年又一年 直到突然间 I'm waking up extremely tired 会突然间很累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可以想象到 在时间clock往后调 那个往前调的时候 对不起 你看我的中文都自己烂掉 往forward调的时候 你就会少一小时的睡眠 懂我意思吗 现在如果是一点钟 然后我们要forward成两点 现在不是一点 突然现在应该是两点 所以你本来打算一点睡觉 可以睡到七点 二三四五六七 你可以睡六小时 突然间现在不是一点 现在是两点 so you lose one hour of sleep 你就会损失一小时的睡眠 所以有的时候 这是不太爽的事情 so I'm waking up extremely tired and angry and desperately gulping coffee 这个gulp就是大口吞 所以他就很 很desperately的 大口吞咖啡 在去工作的路上 在一个很 pathetic attempt 来 function normally as it turns out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has a problem with the practice 所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 对这件事情有问题的人 which was first proposed by Benjamin Franklin in 1784 所以这件事情啊 第一个提出的竟然是富兰克林 好在1784年的时候 而且他竟然还说是albeit satirically 所以他好像是有点 有点讽刺提出这个东西 就没想到真的变成 美国的法律了 这样子 actually implemented in the US about a century ago 一世纪前 然后在 他写的是礼拜二 事实上也就是 大概一个多两个 礼拜前的新闻 这个Senate就通过了一个 他们叫了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这个bill 也就是这个法案 他就把daylight saving time 变成permanent 也就是说 他们调到一个时间之后 就永远不会再调回去了 永远不会再调回去了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美国废止了 daylight saving time 没有了 不会再调来调去的 不会调过去后调回来的 所以这算是很高兴的事情吧 或许是 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 好 所以那接下来 他就会go to the house 什么叫go to the house house是什么地方 就是congress OK 或者我们叫parliament 这个真的同学要稍微知道一下 我本来这个要做另外一个文章 但没有这个片语就算了 把它丢掉 所以 the house 或者我们就叫它 下议院congress the house也是lower house the lower house 那Senate就是upper house 所以我们这一刻说不定 我现在要补充的一些东西 是比较政治体系上的东西 所以Senate这个字是上议院 或者我们叫参议院 那下面的则叫做 加拿大叫做house of commons 所以也打一下 house of commons 那你叫它lower house也可以 美国好像叫它congress OK congress 就是下议院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个词叫做国会 我有一个学生 曾经去考雅思的时候 那他的写作题目 出现了parliament这个字 他竟然不认识他 所以他那一次写作 整个搞砸掉 所以不要说这个字不重要 这是很生活尝试的字 所以你应该要认识他 the parliament OK 国会 好 所以如果pass的话 you go to the desk of president Joe Biden for signature 所以下议院过了之后 就会让总统最后签 签个就过了 那我们的理解是 只要是在那个the house通过 在congress过了的时候 很少总统会说 大家都说过了 然后我他妈就是不签 所以最后这个只是象征意义的签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什么时候这些改变 才会go into effect 就是生效 就变成effective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Marco Rubio提出来的 OK The bill's main sponsors said 这个implementation 会delay到until 2023 if signing to law 那也还好 就明年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需要来去配合他 因为有的电脑可能自动会调整 或什么这些的 所以你需要一点点时间 来让大家调配 所以因为 airlines rails transportation methods have already built out schedules based on the current time system 没错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schedule 是立即于现在的current time system 也就是时间会调整的 那在那个时候 America will no longer have to change the clocks twice a year 所以呀 不用一年换两次clock了 事实上我也蛮支持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daylight saving time 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调 有人还没调 你有时候要打给你的客户或之类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时间是几点 有时候很难查 说实在的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现在大家都用电脑自己去调自己去查 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思考 人家现在是几点 你网路上找一下 大概很快就知道了 其实 所以他的一些benefit是什么东西呢 就你看他说的一些可能的好处 prevent pedestrian accidents reduce crime and decrease seasonal depression and childhood obesity 真假的 这些都是proponant说的话 就能够避免 pedestrian的accident 就是路上行人的意外 他讲的就是像早上如果说 我们刚刚说你少了一小时的睡眠 有没有可能在你通勤的时候 你开车就有点想打瞌睡 然后撞到路人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所以他说可以prevent pedestrian accidents 所以这边有一个字叫pedestrian 或许是值得看一下的 也就是路边的人 pedestrian 再多补一个字好了 就是这个叫做路人 走在路上的那种路人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 就发生一件事情 然后你是一个路过的看到的人 就是路过的人 路人跟路过的人 或许可以理解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路过的人叫做passerby 复数是加在里面 这个字很有趣 所以pedestrian跟passerby passersby 是不一样的概念 一个叫路人 就是用路人 我讲用路人可能会不会误解 可能你会觉得开车的人也叫用路人 那我讲的是走在路上那种用路人 好不好 拜托 所以pedestrian是走在路上的人 那passerby是路过的人 好 所以这认识一下 所以能够避免 pedestrian accidents 那减少犯罪 为什么 我好像想不太出来这个道理 但无所谓 然后减少这个seasonal depression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像 像北美这个地方 自杀率最高的时候 就是一月的时候 因为可能圣诞节 大家很高兴过一过 结果到了一月 那回家的都回家了 那这时候你又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然后那个时候是正好在冬天最冷的时候 最天气最不好的时候 然后那个日照时间最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调时间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自杀率是最高的 所以seasonal depression 是真有的这回事 然后最后小朋友的肥胖 所以这个东西能够调整肥胖 OK 酷 那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 所以看一下 So a shorter stretch of gloomy dark winter nights certainly sounds nice Switching over to permanent daylight saving time could disrupt farming harvests and mess with the eating habits of pets and livestock among other issues 所以虽然说这个东西听起来不错 可是你要是变成永远的daylight saving time的时候 可能就会打断掉一些farming harvests 所以你收成的时间可能会就不太一样 会有一些disruption 那甚至可能会把一些你的宠物啦 或者是你的牲口的一些饮食习惯 也会把它搞砸掉 Really 这部分我可能必须说我不是非常懂 但反正他说的就是说了吧 All right 好讲到这里大概可以 我前面讲了一堆事实上不太有英文的东西 可是反正你听听吧 这个也就是 我们不只教英文 我们还教他 我们还教大家一下 分享一些文化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台湾没有的东西 所以也知道一下下 以后你移民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有接触到这个 你会说现在不是改掉了吗 加拿大没改啊 所以要是你去加拿大 然后发现有daylight saving time的话 I hope you enjoy it 好了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